今天是周日 距离比赛还有六天倒计时 我们现在现在是八点钟 然后我们准备去做空腹有氧运动 在做空腹有氧运动之前呢 我会先喝大量的水 然后补充BCAA 以防止在做有氧的时候 流失太多的蛋白质 我用它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这个产品有多好 而是因为打折 买一送一 我们刚刚做完45分钟 空腹有氧 现在来练一下造型 做完了空腹有氧还有练了一会造型之后我们现在来吃第一餐 我们这里现在有19克的杏仁 这是一颗multivitamin就是补充维他命的 然后这两颗呢 这两颗小糖果呢 就是补充 钙和维他命D的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有鸡胸肉 就跟昨天不会差太多 里面都是鸡胸肉 同时我们会一边吃一边喝这个苹果醋 这是我每天早上和晚上必喝的 现在开始吃我们第二餐 吃完这餐以后我就会去健身房做油氧 还有一些腹肌训练 那么这里我们有两块米饼 这里一块米饼就是14克碳水 然后我一天只能吃50克碳水 所以说这一餐我只能吃两块 然后一些果仁 这边有6盎司的鸡胸 还有一些豆芽菜 刚刚睡了一个午觉只有20分钟 很短非常的累 感觉爬都爬不起来 但是马上又要赶巴士去健身房做 今天最后一次有氧 然后我们现在会四颗BCAA 那今天呢我们会着重于前面的腹肌的训练 第一个动作我们将会做抬腿 练腹肌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你的呼吸 就是你在起的时候要吐气 然后腿放下的时候要呼气 然后基本上就是每次腹肌收缩的时候 你要吐气 然后腹肌放松的时候 你要吸气 现在跟我来练第二个动作 最后一个动作我们做最直接的卷肤 但是这个卷肤我们做的方式有点不一样 今天第二次有氧 很快就结束了 现在来吃第三餐 有一些果仁还有一块米饼 可惜这个米饼已经碎了 很难受 然后这里我们有鸡胸肉 6盎司 刚刚睡了两个小时的午觉 现在刚刚起来 我们现在来吃第四餐 一点豆芽菜 鸡胸 还有果仁 现在是晚上11点半 我们开始吃最后一餐 16个蛋白加点sasa sauce 有一点胡萝卜 还有果仁 吃最后一餐的同时 我会喝我的苹果醋 今天视频就会在这里结束 那明天我们开始正式训练 因为是星期一 我们休息日已经结束了 然后开始带大家练胸 明天见